那么今天呢是平安夜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举行香港缤纷冬日巡礼 吸引大批的市民以及游客打卡留念 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西九文化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 佑仁晚上好 晚上好 天同 客夫 随着夜色不断的健身呢 你现在在现场感受到的人流量是否有减少了呢 现场的节日气氛怎么样 好的天同 虽然现在已经接近晚上十点 气温也在进一步的下降 但是在西九文化区这边的圣诞以及平安夜的氛围 节日气氛更加的浓厚了 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处的位置是西九文化区的圣诞小镇 非常多的市民跟游客仍然在这里不断的涌入这个地方 拍照留念 而在我身旁的这一棵20米高的圣诞树 更是大家来到这里首选的一个拍照打卡点 那么另外在圣诞小镇这里除了可以设置这么多的节日气氛的装置 供大家来拍照打卡之外 还不时的有本地的歌手跟乐队在这里献唱 所以他们也在跟现场的观众互动引得阵阵欢呼 同时现场还有不时会有圣诞老人在礼品屋 跟大家来互动 有不少的小朋友都拉着父母专门过去跟圣诞老人来拍照打卡 刚刚有香港的市民跟我们表示 今年是专门留在香港过节 因为感受到疫情之后 香港社会经济明显的恢复 所以节日的气氛也是非常的浓厚 另外现场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是专门 在下午三点多就过关 从深圳各个口岸过来香港这里 想要亲身来体验一下这里的节日气氛 他们都觉得香港的节日氛围很浓厚 让他们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体验感 他们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过来香港体验 现场有不少的游人仍然停留在这里 节日的气氛非常的热闹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将时间交还给田同客夫 好 谢谢游人带来的现场的介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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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